它是能卖到3.7万天家的销鼠神器 是曾经风靡的黑皮美儿 今天咱们就跟着认识一下 20年前很火的黑皮西瓜 为何没了 你永远不知道瓜农为了卖出西瓜有多努力 整容成方形的有棱有角 遗憾的是只能看 还预成新型的 方便情人节史 有利于营销千元起步价 为了极致的口感 原本红色的果肉都能变成黄色的 可见识了如此琳琅满目的西瓜后 人们最怀念的黑皮美儿 却变得无人问津 八九十年代 这种西瓜大如动过 现在市面上 在跟它面前都是弟弟 甜度高而且无子 根据那个村里的老人回忆 如果管理得当 五十斤以上也不在话下 堪称瓜中巨无霸 两毛钱一斤的大瓜 足够全家消暑解热的 果肉吃完 两厘米厚的西瓜皮可以便废为宝 成为餐桌美味 如此一瓜多用的黑美儿 为何变得无人问津了呢 提及黑皮西瓜淡出市场的原因 没有人比瓜农更有发言权 第一 曾野厚皮 扮演的厚皮 虽然耐储存 不会像普通瓜皮一样一敲就炸 可是如今物价非常的惊天 消费者深深感觉到得不偿失 想象一下 你整个二十斤 重的黑皮瓜 拎出来瓜皮五六斤 放到现在一块五亿斤的价格 四分之一的钱买了个地木 这属于赔本 特别是现在西瓜价格又贵 第二个个个头大 真是瓜子大一口吃不下 虽然有冰箱的加持 可隔夜的西瓜放久了 难免会有细菌滋生 尽量就不要吃隔夜西瓜 吃个西瓜 没必要用健康做代价 第三 上市碗 比起来黑瓜的一个笨重皮厚 超市卖出的 八三二四广受青睐 其中八三二四的出现 更是要感谢新疆农科院研究员 吴明珠的贡献 1984年 因为在一次优质西瓜品系的对比中 他发现24号品质非常不错 有这个杨亚松 摘多皮薄糖度高的特点 适应推广种植 故此西瓜品种为八三二四 06年的时候 夏一仙引进它 如今河南已经成为了 全国的产瓜大户 为吃瓜群众提供这个解暑良品 开封的便凉西瓜 也能年产达到十多万亩 俗话说 销线石榴荡山里 便凉西瓜舔到皮 蝉鸣第一声 八四二四都安静地躺在超市的货架上 反观在今天落到个大黑皮西瓜 生长周期满 成熟它还挺晚 好不容易赶上上市 其他种类的瓜果也扎多人似的排列 种植后无力可图 曾经的水果珠王变得黯然失色 和其他的西瓜相比 黑皮瓜还种植繁琐 一根藤蔓只有一颗瓜 劳心劳力的人工受粉 成本价太高了 产量还少 自然淡出了人们的事宜 和那个老黑瓜皮相比 曾经怪以沙漠瘦水肌的宁夏 西沙瓜都在2021年初 随着一纸禁令 红丝部全面推出西沙瓜的种植 西沙中卫市引以为傲的名片位 打入了种植黑名单 同时天涯悲惨瓜 各大汁多 色色艳丽的西沙瓜 成为了热门水果 爽脆的口感 做到刺蛙人士的热烈追捧 虽然安分地待在宁夏的中卫市 和该地区产出的西瓜 100万亩种植面积创造的产值 更是创收前所备有的25亿元 如此大的规模都被叫停了 而黑皮西瓜更加缺乏竞争力 倒是隔壁的霓虹果 对黑皮瓜极其热衷 甚至排出6100多美元 合计人民币 37800多人民币 天价呀 这样的价真是无福销售 如果你是愿意选834 还是黑美人呢 真是B慢凌霜 卧绿啥 年来处处识黑瓜 而今淡出市场地 隔壁霓虹出高价 绝对显愿洋 今天的位置 请记者来得 Target.s Consult Services